司马光砸缸 古时候,有一个聪明的小孩,名叫司马光。 有一天,司马光和几个朋友在花园里开心地玩耍。 一个调皮的小男孩爬到假山上玩,不小心掉进了旁边的大水缸里。 水缸里装满了水,小男孩在水里拼命挣扎,大喊,救命啊! 大家站在水缸前急得团团转,有个孩子吓得大哭起来。 这时,司马光想到了一个办法,他捡起一个石块,使劲朝水缸砸去。 水缸被砸破了一个大洞,水缸里的水都流了出来,小男孩也从水缸里出来了。 One Cat Chinese 。